当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时候啊 你可能会想要用一台能够彰显自己身份的豪华房车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德系的代表 Mercedes-Benz或者是 BMW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也不错 可能更加适合你 而且重点是它价格便宜很多 它是谁呢? 它就是来自瑞典的代表 Volvo S90 Volvo S90 这一回在外形上的更动其实并不大 主要是重新设计了这个前后保鲜杆 那在前脸造型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新的保鲜杆设计它多了一个 横观整个Bumper的镀铬4条 搭配同样是全镀铬的直布式水箱护照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贵气了 然后我们还是同样可以看到这个 招牌的LED 雷神支锤日行灯 那这个头灯组它是具备水动转向 以及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的 其实在设计方面我个人是觉得 Volvo 一向来都有它自己的风格 就比较内敛不划纵取宠走的是内涵路线 开着它就算你不是 你看起来都像专业人士 小高空的S90 TA 这一回依旧是采用19寸的轮圈 那它的这个设计是一个多幅式 然后双色的搭配是相当称这一台车的 轮胎部分它采用的是一个 Continental Conti Sport Contact的新的轮胎 存在为255 40 19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纸板这边是有这个盖的 说明了这也是一台PHEV 也就是插电式混动车型 可以插电的 Volvo 内敛的设计风格呢 从车头一路延伸到车侧 那其实我相当喜欢的这个车侧啦 就包括这个镀刻式条看起来很粗壮 整个就很Man 又很斯文的感觉 那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这一回这个小款款的S90 它主要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尾灯主好 它采用了一个芯黑式的设计 然后这个LED 灯条呢 是大大提高了它的辨识度 这个Bumper 保险杆的部分其实跟动是不大啦 然后我们还是看不到这个排气围观的设计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尾箱部分 那这台车我看SPEC 它是有支援这个 脚踢式开启的 但是我怎样踢都没有啦 so anyway 用手开 它是有电动尾门的 那在尾箱容量部分呢 这一台车它是有500公升的这个容量 但是呢我觉得它是很深啊 所以我里面是放了几个行李箱 包括一个L size的然后两个Cabin size的行李 所以它是能够这样子垂直放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高度 稍微有点不足 因为它的这个地台其实是蛮高的 so 我觉得下方是它的这个电动马达啦 也因此让它的这个空间的灵活性的 运用上呢是比较稍微逊色了一点 不过幸好的是这台车它还支援这个后座64 倾岛分离 so 基本上你需要更多的空间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你 今天我们所试驾的这个S90 T8 Inscription Plus 是一台混动车型 so 在动力组合方面呢 它主要是有一具2.0L的Drive-E 双震压引擎搭配电动马达组合而成 那这具引擎本身它最大马力就已经达到了320PS 400Nm的这个境界 并搭配8速的i-SIM自排变速箱 在多了这个位于后轴的电动马达的价值之下呢 首先它就产生了一个电子全驱系统的配置 那重点是它的这个综合马力达到了407PS 综合流率更是高达640Nm那么多 0-100的加速只需要4.9秒 已经是足以挑战一些跑车了 但是呢因为在Volvo最新的这个政策下了 这一台车它的这个激速被电子限制在180km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改款的S90T8 这一回它的电水容量也有所提升 从之前的10.4km 提升到了现在的11.6kWh 来到这个内装部分呢 相比起隔壁家的朋友们啊 这一台车可能就不够时髦不够fancy的感觉 但是整体上它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这方面我觉得它跟外形一样走的就是这个内涵的路线 那讲到设计呢 这台车它采用的是Volvo的家主持设计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Pad 主机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精致的镀铬四条 这个据说是真正的金属打造而成的哦 还有就是S90T的这个Orifus 水晶排档感 这回它的设计也有所不同了 在手感上是更加的好了啦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这些炫钮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钻石切割的设计 整个就是很漂亮的感觉 当然不要忘了就是这个Volvo招牌的实木式板 那这位这个小改款S90T8它采用的是一个白木的设计 其实相比起来我个人是更喜欢该款前的那个圆木色调 就是那种木迹风 我觉得感觉上看起来是比较有格调的感觉 我不记得这台车之前有没有氛围灯的设计啦 但是在这个小改款的S90T身上呢 它是有一个微微的黄色的气氛灯的 其实整体看起来是蛮有质感 接下来就到配备的部分了 那这台车作为一台豪华行政房车 它自然是有这个全夜景显示的仪表盘 然后这个9寸的Sensus Connect多媒体资讯一路主机 这个主机是我觉得同级当中算是蛮好用的一个系统 就操作上很方便然后也蛮顺的 只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指纹是有一点多啦 那这台主机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User Manual 也就是这台车的说明书是在这个主机里面的 它是一个Soft Copy 然后这个主机也支援10下最流行的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工能 但是我觉得它加分的地方就是你在使用着这个Apple CarPlay的同时 你还是可以查看这个主机里面的其他资讯 相当的方便 还有就是这台车也有这个彩色的抬头显示器啦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感觉不够高清 有一点过时的感觉 同时呢这台车也有这个360度全景摄像补助系统 但是它的这个360度呢 我其实是相当的看不懂 它有点太过Fish Eye 太过鱼眼了 就算我切换至这个纯Reverse Camera 倒车摄像头的这个角度呢 它也是那个距离我很难去坐AGA 但最后也不要忘了就是中间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喇叭 对这台车是搭载了一个19克喇叭的Bowens & Wilkins 环绕音响系统 而且它也是一个1400W 我这年开始它其实这个喇叭的表现是非常的好 真的以同级来讲我觉得它的音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这台车有一个地方是我不喜欢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空调系统 你必须去按这个触屏然后再打开 然后再这样子做一个切换动作 就是多了一个step的感觉啦 没有那么的直接 我其实觉得如果那个Aircon的Button 会可以在这边的话是更加的好 但原厂它在这边安排的这个按键是这个唱机 Play Button Forward等等的 有点奇怪 但是讲到Volvo 它最大的王牌自然是安全配备的部分了 这台车是搭载了这个完整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那功能真的是太多了 我直接做一个列表 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啦 当同级对手还在犹豫要不要导入这个自动紧急煞车啊 车车忙点侦测这些功能的时候 这一台车已经给完你全部了 甚至你冲出马路还是冲出车道 它都照着你 对没有错 它有这个oncoming lane mitigation 以及off road mitigation的功能 然后还有不要忘记哦 这台车还有这个pilot assist 半自动驾驶技术 哦对了忘记告诉大家 这台车还有这个自动活车辅助功能 来到后座的部分呢 首先因为这台车是一个hybrid 车型 所以它的电池其实是安置在这一边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央速度是非常的高 然后中间的这个植物箱也是被牺牲掉它的空间的啦 所以基本上这个植物箱它其实很浅 你只能放一些钥匙啊闪钱之类的 还有就是它这边是没有这个后座空调租风口的 但是幸好的是它是v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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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招牌的b柱后座空调租风口 像比起放在这边我其实个人是觉得 这一个空调租风口安置在这边的话 是更加的好更加的实际的 那接下来就讲它的这个后座表现啊 首先空间部分 因为这台车它的这个轴距啊是已经接近三秒 那这个优势就完全展现在腿部空间这里了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依旧是160%我没有长高 那这个腿部空间我觉得又是一个压队没有错 三个拳头的距离了 这边真的是完全是Champion 加上它整体的这个空间感也是很好 然后对这台车是有这个天窗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玻璃三角镜 所以你并不会有这个局处的感觉 尽管这台车的车顶我个人是觉得是有点矮的啦 我觉得可能像Ivan这样180cm的人 坐在后面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顶头 而在座椅的部分呢首先它的这个椅垫 长度还算适中啦 就能够支撑到我的大腿 而且我注意到是它的这个设计其实凹陷蛮多的 就连中间的这个位置它都有兼顾到 OK 坐在这边喔 其实我的屁股是舒服的 它的这个椅背也不会说太过硬 基本上是能够支撑到我的啦 那这个旁边两位乘客的这个椅背呢 基本上它的支撑性是非常的够的 那这台车它的这个后座座椅 其实有一个王牌就是这个东西的 Chall Booster Seat 而且它还是一个两个step的 有两个不同的高度 话不多说现在就进入试驾环节 先来讲一讲它的这个 Hybrid 的续航里程啦 原厂是宣称我记得是58km 这样子 但是我这几年开它下来 其实我充满电以后呢 它这边显示的这个range是40km 那我开平均的一个30km 真的是有接近40km 这样子它就完全没有电了 那讲的这个电池 其实它的这个充电时间啊 是大概4-5个小时这样子啊 我这几年charge 都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时间 就充满它了 相当的方便啦 其实也和我充我的电话 或者是充我的这个Apple Watch 是一样的 当它没有电了过后 它也不会完全是没有使用这个马达 其实你还是可以感觉到 这个动力系统 它还是有在使用这个Moto的 然后呢同时 你的车也是可以 选择用引擎来为这个电池充电 然后我按下这个Button Go 就瞬间就可以马上Feel到这个引擎是Kick In 然后 就为这个电池充电了 过头 稍微 踩一下 Holy 在运动模式之下呢 这台车真的是 足以威胁到跑车 它在这个千多转的时候啊 这个扭力 640Nm的torque 就完全是四发出来了 真的是很快 那讲到这个驾驶模式 其实我有很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Individual模式 那就是个性化的选项啦 然后你可以在这一边 切换许多的这个功能 包括你的这个方向盘的力道 还有你的这个悬吊的硬度 以及甚至是你的这个刹车的这个感觉啊 它都有两个不同的setting可以切换 但是讲到这个刹车呢 其实我觉得 它还是有一个Volvo Hybrid 车型 一贯有的通病 就是它有时它给你那个feedback 会让你没有信心 它会有点抽方抽方这样 其实是在做这个回冲的动作啦 但是呢这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 诶我好像刹不住这一台车子 它的这个方向盘手感呢 我不用精准来形容它 可是刚才我说到嘛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三段式的调整 我觉得在最轻的那个模式之下 这台车很容易开 非常的方便 以日常驾驶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很讨喜的一个设定 至于在最重的这个设定呢 手感是有啦 但是我觉得相比起 它的这个德系的对手们 这一方面它的这个精准度 就稍微缺欠了一点 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这个操控不好 因为其实这一个小白款的S92 我觉得它的这个 呃空气悬调 电子悬调加空气悬调啦 它的这个 Tuning 这一回有一点点 稍微有点不同了 因为相比起 改款前 它是稍微比较Firm了一点 整体感觉会稍微比较 运动化了一点啊 那这个和改款前那个 非常舒服的设定相比呢 它又不会讲牺牲掉这个舒适性 可是呢它又解决掉改款前车型的 那个 呃过多的这个摆动摇摆的这个问题 而且当我现在换成这个 运动模式的时候啊 那感觉很不一样 整个车就很会跑 然后 瞬间它的这个电子悬调 也变到比较Firm了一点 路感会稍微比较明显啊 但整体而言 它的这个设定还是偏像舒适性的 所以说真的是很舒服 很Relax 我干嘛还需要买SUV呢 房车不香吗 现在的这个感觉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 任何一辆什么豪华的SUV 都给不到这个感觉 太稳定了 它的这个电子全驱系统 其实循迹表现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在这个车脚 它的这个Suspension 更新了 那个设定过后呢 整体开起来其实相当的咬地平稳 而且过完方面其实也是相当的准 退退还是有 可是但是我至少可以感觉到 这个车尾的响应方面其实 还算得上是跟上车头啦 整体开起来其实会给到我信心啦 只是乐趣方面我觉得 就稍微 稍微比较不足啦 大家可以看到啦 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网零级是蛮准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一台车 它的这个Pilot Assist 其实我这几天在测试下来 我都有刻意一直在这种 公路上测试它的功能 包括在下雨天的时候 我也有测试到 那的确它真的是完美操作 而且真的是能够做到 stop and go 低速跟随 然后甚至我要切换车道的时候 它也会自行去跟随前方的 车子的这个速度 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 呃跟车系统呢 Volvo算是我试用过这么多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里面啦 最成熟的那一个 那这个SPA 这个车体架构 说不上很firm 说不上很solid 说不上很扎实 可是它带给你的是一个 就是很舒服的一个设定 我反而觉得这一台车 其实就应该要用这样的一个设定 太过紧绷的话呢 我会觉得这台车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做了 至于它的后座表现是如何呢 现在我就去试试看好了 好啦 现在我就化身老板 坐在这个 S90 的后座 首先 来听一下它的音响如何 OK啦它这个音响其实 就是 坐在前面比较好听 我不懂为什么 but yeah 老实讲 这个腿部空间真的是 以同级来讲啦 因为其实我国的这个5 Series 还有这个 E class 都是标准版 不是长周版 So 我现在坐在这个S90 的后面 我是可以随性的翘脚的 那两位德系的对手们 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东西的 这个B Pillar 的这个空调触风口啦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有吹到我的身体 这个设计好像只有 Volvo 有 那缺点路部分呢 其实这个后座的座椅 它的这个椅背有点硬 它的这个柔软程度 相比起来我印象中 5 Series 还有 E class 是比较好一点的 我印象中5 Series 是我坐到最舒服的啦 那这个 S90 呢 是台第三 OK 它的这个 Armrest 呢 其实高度刚刚好啦 就是我可以很舒服的把手放在这边 然后其实它也相当的实际 这里可以放东西 刚才在坐实际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台车子 它开起来比较稳定的 但是我现在坐在后座呢 我反正觉得 后面的这个旋律好像有点 太过硬了 就是那个路改 舒服好像有点太过明显 有一点相当的意外 而且刚才在司机大哥 在过弯的时候 它的那个抛来抛去的感觉 其实是蛮明显的 对我而言 我是觉得以乘坐表现来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重要 因为它会决定着你的乘客 的这个舒适性 还有它会不会晕车啊之类的 所以这方面 老实说 我觉得是 BMW i Series 比较好 它在处理税证方面 是还OK的 但是遇到波浪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有点太过硬了 跑快的时候反而舒服哦 对 跑快的时候我觉得这台车很稳 而且 不会跳 所以这台车是开快的时候 坐后面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这一辆车 前座还是好做过后座啦 全新的 Volvo S90 Recharge T8 Inscription Plus 这个名字有点长啦 那它的售价是 339,315 令吉 那这个价格呢 是After SSD 豁免以后的售价啦 这台车相比起改款前的车型 它是便宜了 接近3万令吉 那么多 已经是和它的这个电池的价格是接近了啦 那这台车目前享有这个5年 或者是无限里数的保固 在电池方面呢 原厂也是为这个 S90 提供了 8年又或者是16万公里的一个 warranty 这个价格呢 如果你是看这个德国的双B的话 你只能买到入门的 Benz E200 或者是 BMW 520i 虽然这个德国的这个朋友们 他们是开起来比较有驾驶乐趣 然后转向方面也是比较的 Sharp 那包括这个 S90 其实它在这个换挡反应方面 也是没有那么的灵敏 但是这台车它可以给到你的是非常舒服 非常稳定 隔音非常好的一个驾程表现 同时呢 它在这个性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出色 然后还有同样非常出色的就是它的这个音响系统 简直可以称它为行走的格局院了 加上它在这个安全配备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基本上已经是完胜同机了 所以到最后就看老板们你要的是什么了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S90 的表现如何呢 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它 还是选择双B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